今天不养生,明天养医生。 想着坚持吃,总可以把骨密度补起来的。 谁知,她几个月前在家里打扫卫生时摔了一下,胳膊疼得抬不起来,到医院一检查才知,胳膊竟然骨折了,并且她骨质疏松的情况仍存在。 赵婆婆纳闷,为什么自己明明每天都吃钙片为什么还会骨折,想不出来原因后也只能自认倒霉。 恢复一段时间后,赵婆婆来到市中心医院就医,医师详细询问后了解到,赵婆婆平时服用的钙片里并没有维生素D等促进钙质吸收的维生素,并且,赵婆婆平时除了买菜很少出门。 更关键的是,赵婆婆查出患骨质疏松后,却没有接受正规药物治疗。 医生表示,治疗骨质疏松的药物大部分是抑制骨吸收的药,是通过减少破骨细胞的生成,或者减少破骨细胞的活性来防止骨量过多过快的丢失,而钙片只能起到辅助作用。 单用钙片治疗骨质疏松效果不佳,而最好的补钙方式还是要从日常生活饮食入手。 现在缺钙的人群非常广泛,其中老年人居多,由于老人身体代谢大的原因很容易出现缺钙的情况,可在缺钙早期症状却不明显。 很多儿女不能及时发现老人缺钙,因此阿芝便整理几个下面老人缺钙的症状。 一起来看看都有什么吧? 1.老人缺钙的症状 1.容易抽筋 老年人缺钙容易出现抽筋情况,一般在半夜睡觉时发生情况极昼,且并发时间不规律,易影响睡眠。 这主要是因为缺钙之后神经肌肉的兴奋性会增高,会干扰神经细胞的正常功能,并引起肌肉症状,出现抽搐。 另外睡觉时缺钙老人还会出现多汗一醒,睡眠多梦情况,睡眠质量变差。 2.骨质疏松 缺钙会导致骨质疏松发生,容易造成骨折,而外观上表现为明显的驼背。 身高降低,另外口腔也会有一场表现,牙齿会出现脱落。 3.骨头痛 骨折 当老人发现经常骨头痛时,就要警惕身体是否缺钙了。 其中在脊柱、公骨、骨骨以及净肥骨这种承重比较大的骨头发生疼痛的几率高。 骨头痛主要是因为缺乏钙物质,无法承受身体的重量,出现轻微的骨折,压迫了周围神经,从而出现疼痛情况。 4.皮肤燥养 老人缺钙会引发皮肤燥养,因为钙只能维护皮肤细胞完整性,使得细胞膜会变得更有通透性。 而钙缺乏之后皮肤表层就失去了活力,引起皮肤矫质阴化、皮肤燥养等症状发生,其严重程度因人而异。 当老人出现上述症状后,一定要警惕这是由于缺钙引发的。 要及时调理,选用适合的补钙食物来缓解缺钙带来的影响。 更年期以后,肠道对于钙的吸收能力明显减弱,而且,钙的排出量也比以前增加了不少,因此,这个时候正需要补钙,以免出现骨质疏松的情况。 一般来说,补钙的途径为药补和食补,为了健康考虑,建议大家平时多食用一些含钙量高的食物,以达到补钙的效果。 下面阿芝就为大家推荐三种高钙菜。 更年期以后,一定要多吃一些,来补充足够的营养物质,预防因为缺钙而造成的骨质疏松。 二,多吃这几种菜有益于补钙。 第一种,西兰花。 推荐食谱,西兰花炒鸡蛋我们先将一颗西兰花用剪刀剪成小朵,加入食盐、面粉,适量清水,扎洗干净后,浸泡五分钟,再准备一个西红柿,对半切开。 把硬心去掉,切成小块,一个红椒切成小块,随后蒸锅中把水烧开,把洗净的西兰花放入蒸屁中,盖上盖子,蒸一分钟,这样可以确保西兰花的营养不被流失。 这时候再准备适量水发木耳,放入废水中,煮两分钟左右,捞出控水备用,然后在空碗中打入三个鸡蛋,加入少许食盐、白醋,搅散后下入热油锅中,煎至凝固后,倒散成大块。 起锅烧油,先把葱蒜煸炒香,然后下入西红柿,加入少许盐,翻炒至西红柿出沙,然后把木耳下入锅中,翻炒片刻后,下入红椒、鸡蛋和西兰花。 炒匀后,加入蚝油、生抽、白糖、鸡精,大火炒至调料化开后,加入少许水淀粉勾芡,炒匀后,就可以出锅了。 第二种,银鱼,推荐食谱,椒盐鱼我们先准备一斤新鲜鱼,加入少许胡椒粉,抓拌均匀,腌制五分钟,腌制好后,加入三勺香榨粉,一勺生粉,抓匀,让每一条银鱼都裹上一层生粉。 起锅烧油,六成热时,转至小火,用筷子将银鱼一条一条加下去,银鱼下完后,转至大火,将其榨至酥脆金黄后,捞出控油,这时将油温升高,然后把银鱼下锅复炸二三十秒后,捞出控油备用,锅出锅中多余的油,下入小米辣和姜末,炒出香味后,下入银鱼,再加入适量椒盐粉,香油,葱花,翻拌均匀就可以出锅。 缺盖老人补钙是很重要的,但是有些常见的补钙误区,还是有人会在不经意间去做。 人不缺盖,年纪大了以后,关节病的苦头就会少吃很多。 补钙的产品不是越贵越好,而是因人而异的。 人们都知道钙对人体很重要,但是却又都是一知半解,所以在补钙上走入了很多误区。 今天,阿芝就和大家来讲一下,常见的几种补钙误区。 三,补钙误区。 一,喝骨头汤补钙。 从小就听老人说,吃骨头汤能补钙,所谓的以形补形。 喝骨头汤是很多人补钙的常用方法,尤其是骨头汤长时间熬制,汤变得浓稠并且很白,看似钙都融出来了。 喝骨头汤补钙的说法来源于骨头的钙在一定情况下是可以融出的。 所以人们在血钙水平比较低的时候喝骨头汤来维持血钙水平的稳定。 动物在离世之后,骨钙边很难溶解,即使加醋,能融出的钙也极其有限,所以用骨头汤补钙的方法是不科学的。 二,晒太阳就能补钙。 晒太阳补钙是不少人都非常喜欢的补钙方式,也是非常靠谱的一种促进钙质吸收的方法。 适当地接受阳光照射,不仅能够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,还能增强人体的免疫力。 阳光最好的维生素滴活化剂,而维生素滴能直接帮助钙质吸收,因此晒太阳有利于钙的吸收是有科学依据的。 但是,晒太阳就能补钙这句话却是错误的。 晒太阳只能促进人体自身合成维生素滴,从而促进体内钙的吸收。 想要真正补钙,还需要多喝牛奶。 另外隔着玻璃晒太阳,效果是很差的,几乎合成不了维生素滴,要晒尽量到户外走走。 三,喝豆浆可以补钙。 营养学家经常劝告,不能喝牛奶的人可以喝豆浆作为替代。 的确,在很多方面,豆浆都是一种非常优秀的食品。 但从钙含量上来说,它却远远比不上牛奶,差的不是一倍两倍。 这是因为,大豆钙含量虽然不算太低,但加十杯水磨成豆浆之后,含量就稀释得很低了。 喝一杯豆浆,不过是吃几十粒豆子而已。 其中的钙很少,豆浆对骨骼的真正好处在于它可以提供植物磁激素,减少更年期妇女的钙流失。 如果单纯的是想要补钙,那么牛奶是比豆浆更好的选择。 总之缺改老人在饮食上要多吃牛奶、豆浆、虾等等富含钙物质食物,另外还要进行身体锻炼,坚固骨头,减轻骨质疏松情况。 不过锻炼时一定要量力而行,不可过于急躁。 现在气温逐渐升高,人容易出汗。 随着汗液蒸发,人体会丢失一定量的微量元素,这时候需要及时补点补假。 很多朋友到了天一热喜欢吃饭的时候,餐桌上都喜欢配一碗紫菜蛋花汤。 拿紫菜炖汤,拿海带炖排骨,不仅味道鲜美,还能补充钾,点等流失的矿物质、营养元素。 但是你知道吗? 有一种菜和海带长得很像,叶片比海带薄,外形像芭蕉叶扇,也像裙带。 被称为裙带菜,而且其营养元素比海带更高。 一、裙带菜和海带的区别,很多人会把这两种食材搞混淆。 裙带菜和海带都属于大型可食用海藻,但是从属于不同的棵木,看起来更像亲戚,所以这并不怪你。 裙带菜俗称海白菜,属于褐枣钢、海带木、赤枣科、裙带菜属的海藻。 裙带菜比较耐高温,所以在有暖流的海洋中可以很好的生长。 海带俗称姜白菜,属于褐枣钢、海带木、海带科、海带属的海藻。 海带一般生长在朝下带海底的岩石上,海带的生长受到光照。 温度的影响比较大。 裙带菜属于一年生海藻植物,而海带属于多年生海藻植物。 这一点是二者的本质区别。 裙带菜的幼体与海带的幼体很相似,但长大以后的外形则与海带具有明显的区别。 一整条的裙带菜形状看起来像一把大的破葵扇,中间有一条明显的长柄。 成羽状分裂,也很像裙带,所以它被称作裙带菜。 而海带由于生长环境,看起来则非常完整。 质地后为长条扁平叶状体,中间没有长柄,通体都是橄榄褐色,干燥后就变为深褐色。 更直接的区分方法是,裙带菜的叶片比海带薄,颜色比海带要浅一些,更绿一些。 裙带菜和海带同属藻类,但口感、外形、营养价值都有不同。 海带和裙带菜都含成味的氨基酸,比如骨氨酸,这是其鲜美口感的主要来源。 而且,它们都富含多糖类物质,这是其爽滑口感的主要来源。 但海带的口感比裙带菜更加爽脆,有韧劲,需要烹制的时间更长。 而裙带菜比海带要更柔嫩一些,入口则绵密细腻,口感上比海带要更柔嫩一些,会带有一些鲜甜味。 所以,裙带菜更受大众欢迎一些,方便又好吃。 需要注意的是,甲状腺疾病患者不能盲目去吃海带和裙带菜,而需要在医生指导下确定是否限制负含点的食物。 海带和裙带菜都是不错的补钙食物。 如果对点没有高需求,裙带菜会是更好的选择,它在钙含量上是海带的1.5倍。 而且,在美、铅、铁、吸含量上也更胜一筹。 即使如此,依赖个别食物还是无法满足人体所需,要想吃的健康还需均衡搭配。 2.吃裙带菜的好处 人们对食物的胃口有所下降时,吃一些裙带菜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。 1.血液排毒好帮手 很多人还不知道,裙带菜含有神奇的褐藻糖胶,不但能增强肝功能,还能提高免疫力的作用。 裙带菜还含有独一无二的海藻粘液,将血液中附着的内元素排出体外,从而达到为血液轻毒的目的。 2.经常使用可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,促进脂肪代谢,降血脂,降血压,软化血管,增加心机活力,轻火安眠,排毒驱斑。 2.养护肝脏 群带菜属于一种海产品,其中富含大量的膳食纤维,昆布素等,能够让血液粘稠程度降低,达到消除血脂的作用。 而且,群带菜中含有一种叫做甘露醇的物质,这种物质具有很好的利尿作用。 生活中常吃群带菜,对肝脏也有很好的排毒作用,或能更好的养护肝脏。 群带菜含有神奇的褐藻糖胶,不但能增强肝功能,还能提高免疫力的作用。 群带菜还含有独一无二的海藻粘液,将血液中附着的内元素排出体外,从而达到为血液轻毒的目的。 经常使用可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,促进脂肪代谢,降血脂,降血压,软化血管,增加心肌活力,轻火安眠,排毒驱斑。 三,有助于减肥。 每100克干燥群带菜中含31至39克左右膳食纤维,约等于香蕉的32倍。 同时,群带菜几乎不含热量,高营养还能增强饱腹感,想减肥的人吃它准没错。 四,使人更加年轻,群带菜的营养很高,但热量超低,是瘦身的好产品。 而且,它含有丰富的叶绿素,可以延缓氧化作用,延缓我们皮肤的衰老。 所以,我们经常吃点群带菜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更好,人更加年轻。 五,补钙铁心。 群带菜含钙量是补钙之王牛奶的十倍,含辛量是补心能手牛肉的三倍。 五百克群带菜含铁量等于21斤菠菜,含维生素C量等于1.5斤胡萝卜,含蛋白质量等于1.5个海参。 六,补钾,钾元素也很高,高达583毫克每100克。 护发,群带菜中中的点极为丰富,它是体内合成钾状腺素的主要原料。 而头发的光泽就是由于体内钾状腺素发挥作用而形成的。 三,群带菜这样吃营养又美味,枣类生活在海里不需要施肥,喷洒农药,是原生态的好食物。 关键群带菜鲜嫩且味道不腥。 煲汤、凉拌、入菜等十分百搭,做菜简单又快手。 接下来就给大家带来几道关于群带菜的美食。 一,豆腐群带汤。 做法如下,那只豆腐从中间片一刀,然后切成小块。 干的群带菜用热水泡两分钟泡开。 大虾去皮去虾线,锅内喷少许橄榄油,放入葱花蒜片炒香, 放入虾仁炒变色,倒入水,大火煮开转小火,贴去浮沫放群带菜和豆腐煮一分钟。 最后放生抽、胡椒粉、盐调味即可。 二,凉拌群带菜。 简单又鲜美,做法如下。 群带菜放入冷水中泡开,再冲洗两遍,挤干水分待用。 群带菜中放入白糖、白醋、生抽,少许盐搅拌均匀。 锅中热一勺油,放入少许姜末、蒜末、葱末炒出香味,再放入适量干辣椒段炒出红油。 淋在表面,吃的时候拌匀即可。 群带菜鸡蛋饼,做法如下。 群带菜泡发,冲洗两遍后,挤一挤水分,切碎备用。 群带菜中打入鸡蛋搅拌均匀,再放入一点酱油提味。 也可以加一点点面粉。 平底锅热油,放入蛋糊,煎至两面焦黄即可。 四,鲜虾小饼,宝宝腐食好帮手,食材准备。 鲜虾,四十克,裙带菜,三克,鸡蛋,一个,胡萝卜,二十克。 适合十个月以上的宝宝吃,食材分量只代表制作量,不代表宝宝添加量,根据个人情况着凉制作。 鲜虾小饼的营养十分丰富,口感软糯,快把这道腐食学会了给宝宝补盖吧。 做法如下,先准备好食材,将裙带菜倒入碗里的清水提前泡发一下。 泡发裙带菜的时候,可以先处理一下其他食材,将鲜虾切掉头和尾,再包掉虾壳,再将鲜虾背部的虾线剔除掉。 清洗干净的虾肉放在盘子上,再滴几滴柠檬汁去除腥味,还可以使肉质更细腻,或者也可以放几片姜片去除腥味。 再取出准备好的胡萝卜,先削掉皮,再把洗干净的胡萝卜切成薄片备用。 用奶锅烧一锅水,水开把胡萝卜片倒入锅内,去掉残留的细菌后,焯水一分钟左右就可以捞出来了。 把处理好的虾肉和焯水后的胡萝卜都倒进绞肉杯,再打入分离好的蛋清,加少量香菇粉提鲜。 一碎以上的宝宝可以再加少量盐,调味,接着把食材搅打成细腻的肉泥。 宝宝如果对蛋清过敏,可以不加蛋清。 取出泡发好的裙带菜,清洗干净后再剁碎备用。 再把切好的裙带菜碎到浸虾肉泥里面搅拌均匀。 搅拌均匀的虾肉泥倒进裱花袋里。 分离好的蛋黄装进另外一个裱花袋里。 没有裱花袋也可以用保鲜膜代替。 不粘锅里面倒一点宝宝热炒油,用刷子刷均匀。 再把虾肉泥挤成圆圈形状到锅内,小火慢烙至底部定型。 把蛋黄挤进小饼中间的窝窝。 小火慢烙至底部微黄,再翻个面,将小饼烙至两面金黄,就可以出锅了。 这样一个个鲜美软糯的鲜虾饼就做好了。 味道鲜香软糯,而且有蛋有菜有肉,荤素搭配合理,营养也均衡。 补钙又补心。 给宝宝一手拿一个,一锅都不够吃。 最后总的来说,裙带菜是海中蔬菜,是三大可食用海藻类蔬菜中含有营养物质最丰富的。 不仅是绿色无公害食物,还可以帮助人体预防各种疾病。 裙带菜的钙含量,新含量比牛奶、牛肉还要丰富,除此之外,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铁、点等各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。 常吃裙带菜不仅可以促进宝宝的骨骼和智力的健康发育,对老人、女性等也十分有用,对于延缓衰老、改善和强化血管也十分有帮助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